歡迎收看 這六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吃飯小巫師夏宇童 大家好 我是夏宇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對我前陣子看到一份資料 是健保署所統計的 就是關於去年這個 醫療費用治療癌症的這個費用 已經突破900億 到933.47億 非常高 然後第一名就是乳癌 是花費最高的 就是132億 然後再來就是肺癌128億 以及大腸癌124 其實這些跟外國人比較起來 這些費用已經算很便宜了 對 因為很多病 如果拖太久很難治療 可能花的費用會更高 對 因為在國外看醫生 也就是滿麻煩的 光是要看到那一顆 都要掛著掛 對… 來 我們來看看 今天探討的是 小心這些疾病 燒光你的核爆了 沒有早期發現 癌症治療花費超驚人 對 我先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親人的案例 他在美國接受化療 他每天是住一個晚上 他說 一天就三千萬台幣 他說 一年多下來就已經 所以這如果沒有保險是 沒辦法過日子 那剛剛在講說 到底這個花費會到什麼地步 我們最近有出了一個 軟茶匪的新料 是維持療法 維持就是你治療化療完之後 繼續吃下去 吃到什麼時候 吃到你復發為止 或吃到死亡為止這樣子 那這樣要你覺得 一天他一天他要吃四顆 你覺得一顆要多少錢 你覺得比較值得 一千塊 一千塊 現在目前是 所以目前這個藥 一個月大概二十七萬 二十七萬 那現在是初期他們 還有優惠 對台灣的 所以大概二十萬左右 這個藥是治療嗎 還是只是 維持 就是維持 希望 軟茶匪治療以後 七八成會復發 很高 七八成會復發 很恐怖 所以你要一直吃 當著血壓藥這樣 對 減少復發力 軟茶匪是一個很恐怖的病 到目前為止這麼進步 軟茶匪目前存活力 才剛剛過一半左右 就是說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太晚期發現 如果你在第一期A發現 存活力可以達到95%左右 90到95 可是多數人是第三期末才發現的 存活力可能剩下 那所以現在有這種維持療法出來 你說很貴 你說那如果活十年 你說看看 如果原價錢十年就兩千七百萬 兩千七百萬 對 兩千七百萬 那目前優惠一下算你兩千萬 當然還是吃不消 這很恐怖 那如果你活三十年呢 近億了嘛 原價錢已經八九千萬了 很多人在研究說 怎麼樣 早期發現是不是用超音波 那就有人做大規模研究 做一萬個超音波 發現可以找到一個軟炒癌 他說這個不划算啊 那而且更糟糕的是軟炒癌 你健檢 你現在做超音波 你一點做一次 沒用 因為做完的時候正常 接下來下個月開始長 長到明年已經第三期了 所以他是一個很討厭的病就是 而且他是沉默的殺手 他躲在骨盆的後方 他沒有症狀 他等到長出來 長到肚子末到大概十公分了 所以他有一個難處 就是說他的早期發現 是相當的困難 但是個人來講 如果你健康檢查 確實有人這樣做 他就喜歡說 反正我不在乎這 因為錢不多 他每年去檢查 對 因為他 有的人 病人他乾脆智慧 他說我半年做一次 我害怕 我半年是有病人他三個月 就要求做一次 他說我智慧幾百塊台幣而已 那總比那個 當然很多人也說 一直做一直做 可是每次正常 久了就不做 不做的那次剛好就中獎 很多都這樣子 就是該命的 應該有 你做十字跳過 第十一次他就中了 對 你說花費很大 這個藥 你說吃的一直好嗎 一直一直 可是他吃了 壓不住怎麼辦 又復發 復發 沒有藥了 所以藥就不行了 對 說他死亡率很高 就是這樣子 這個藥如果抗藥了你就 對 沒有用 這是一個維持療法的藥 所以用口服的 一般化療都是打針的 那我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說當年 十多年前 他也是用這樣子治療 他治療以後就開始 就沒多久 一兩年後就復發了 那復發完以後 你說你已經過了一兩年 通常如果那個藥 能夠過半年以上才復發 我們認定那個藥 可能是有效 如果過了一年才復發 肯定認為原來的藥是有效 癌症的醫生都會這樣 我自己是搞婦癌的 我們都知道說 要打到那個腫瘤標記 正常為止 還在追加兩三次 那有些醫生甚至叫你 每個月再追加維持療法 再打一年 這都有 那當然現在 室內心療想法又不一樣 不過當年就用打針的 那他這樣 過了一兩年算不錯 再打 再打 接下去過了不到半年 又長了 說那這樣是不是改藥了 因為你不到半年又復發了 又改第二線藥 那第二線藥又有效 沒多久 又過了不到半年 又復發了 開始跟他說 那怎麼辦 我們要試第三線藥了 他說那這樣有標保 我說標保藥剛好出來 各位知道 這個藥物通常 通常是根據你的那個 體重 或者是體表面積來算的 那當他 所以各位知道 減重還是有幫助的 大家用到這個藥的時候 發現像他就用得很少 體重就很少 越輕的 體表面積越低的 他用量越低 然後這樣的一直花花花花 這樣搞了大概三四年下來 那最後還是去世 但是因為就是這個病 就很討厭 但是要不是有保險的話 其實很多人是吃不消 真的 所以大家現在努力賺錢之外 除了買房子 要先買保險 對 真的 我房間一起來都買好好的 對 真的 我都覺得癌症顯最重要 貝爾不用了 因為那個新藥一直出來 它新藥的那個價格很貴 你知道現在世界上最貴的藥 其實是那個 一個基因療法的藥 一次好像是幾千萬 什麼 六千多萬 一次治療 治療一個那個 脊髓性的肌肉萎收症 對 一次治療大概兩 五百一十萬美金吧 六千多萬 可是要有那種病也很少 對 但是先天的遺傳 不然的話 它後面多久 長不到 而且他們也發現說 他們為什麼覺得 六千多萬台幣算便宜 因為本來花費 十年要花掉 超過一倍 大概一億兩千萬以上的台幣 所以認為說 這個價錢這樣定這樣 不算貴 可是我們負得起嗎 那有這種病人 瓜哥負得起我們負不起 沒有 沒有 有這種病人 大概也沒辦法活下來了 對 光是治療費用多貴 對啊 所以現在政府在推長照 也是 大家要備而不用 對 有錢還是要買保險 對 在國外你要找一個 還算有名氣的醫生開胃 單單手術費就五萬美金 起跳 那是起跳 那一般小排的就五萬 大排的就十萬 每次醫師講這個都很 我沒有 我很開心 我一點願那都沒有 我一點願那都沒有 這是台灣 台灣真的好 台灣真的好 對 然後你要加電療跟化療的話 美金大概是一萬塊 所以一般他們有算過 一個胃癌的基本治療療程 大概在國外是 美金二十萬 換算台幣大概 大概七八百萬 跑不掉 那我一個病人是六十歲白癌 女性 那她自從人家 因為剛好總之有 因親關係還是怎麼樣 她要介紹她來台灣 找我開那個胃癌 結果她全治費這樣 從頭到尾出院 繳了大概四十萬台幣而已 她就覺得真的差非常非常多 而且是全治費 所以台灣的包括品質 還有價格上的確是好很多 那但是像比如說癌症 你一旦發生的時候 你早治療跟晚治療 有時候無形的花費會很多 像我一個四十多歲的男性 那時候一開始診斷是大腸癌 介於第一期跟第二期中間 那就跟她講說 你趕快開一開 因為其實大腸癌初期的時候 你開完的時候就沒事了 你電療畫來不用做 你就這樣就結束了 總開到住院出院 大概一個禮拜 就算你再要養身體 在家裡修一個月也夠了 就可以正常回到工作崗位 那時候她不聽 她就說她國外有事在忙 真的沒辦法 拖兩個月去撐一下 我就跟她講真的會不行 結果後來她回來的時候 就開完刀其實第三期 那你第三期的話 你一定還要再做電療跟化療 原因是因為 因為你有所有大數據的癌症統計 你有多做電療 你少百分之三十再出發的機會 你有做化療 你有再少百分之三十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她開完這個刀之後 她勢必要做電療跟化療 可是電療跟化療你想 兩三個禮拜打一次 至少打十二次 又花了八個月到一年的時間 然後而且打完化療 做完放療之後 有的人會有一些不舒服 你又要請假 你又沒辦法工作 然後你又有時候 又變成就是說 做完這些治療 你又不舒服 你要去買營養品 就搞到自己 後面她有跟我講 他後面甚至 你那一段時間是用貸款 對 所以其實原本 你一個月可以解決的東西 你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你後面無形的成本 可以少很多 那另外回應剛才教授講的 這種所謂的標靶治療 有的標靶治療是 打那幾次就夠 有的標靶治療是 你一個月大概要花 大概十幾二十萬的藥費 一直吃吃吃吃 吃到你這一個復發了 什麼叫復發肝的瓜哥問 就是要嘛 要嘛 然後藥就再換下一線的藥 然後呢 一直吃到再復發 吃到沒用 不然就是一直吃到死 那誰有辦法這樣子 一個月十幾二十萬 這樣一直花一直花 花到你整個 走到人生的盡頭 那個花費真的很高 然後更何況現在的療法 一直推陳初心 現在還有所謂的 是比較新的 甚至國內也開始在推這一兩年 那細胞免疫療法 我聽過有一個致胃癌的 單單基本起跳的治療費用 是六十萬 然後我聽過有花到兩百萬 台灣健保已經涵跨很多的一部分 那不要也奉勸大家不要說 我一得到一個出席的癌症 我馬上想要去跳到用 所謂的 其實你現在正規的去走 因為有的人常常這樣 開完之後 然後突然間回來 跟我說他花了多少錢這樣子 其實他才出席而已 他又花錢到底要幹嘛 其實在臨床上一點意義都沒有 其實醫師你不懂 那個當事人 當時碰到有什麼 如果有點經濟基礎的 什麼東西講他都聽了 對啊 你想想 現在其實滿多診所都做 比較高端的金字大 什麼健康資訊 很多 但是如果說有確實的科學證據 這個是好的 但是問題是現在有些東西是 而且還沒有告訴你 很完整的證據的時候 其實還是要多方諮詢會比較好 我現在要講 分享一個案例就是說 之前我曾經遇到一個病人 大概五十多歲 他那個時候來的時候 我們幫他做一個簡單的乳房攝影 乳房攝影做檢查是沒有摸到 我們就建議他說他長得奇怪 我們建議他做切片 他不要 然後他大概隔了半年之後 當初我們建議切片的地方 已經長出腫瘤來 然後我們就趕快 他回來我門診 我趕快幫他安排做檢查 結果檢查一做下去 穿刺了 結果發現是乳癌 人類上皮因子增生型 乳房有 腋下也有 我們這個 基本上人類上皮因子增生型的乳癌 它可能會需要使用到標靶藥物 那一般來說 在健保給付的話 給付的條件它是 淋巴結如果有轉移 健保會幫你給付 那這個一年的耗費 大概是 當你的疾病越嚴重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用到 越新的藥物 越好的藥物 你的花費會更大 結果那個病人很不幸的 就是他回來的時候 他淋巴結已經有轉移了 那這個時候 當然第一個 它這一個單標靶 健保有給付 它可以省下80萬 但是你一旦有淋巴結轉移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請你使用雙標靶 雙標靶的話 這一個目前 健保還沒有給付 那以前在103年的時候 他第一次的那個 第一次的治療 就要花掉25萬 25萬 如果患者 他在發現的時候是 腫瘤已經變很大 我們曾經看過一個年輕女性 30幾歲 腫瘤變很大 我們幫她打雙標靶 打到大概第四次的時候 完全摸不到 超音波看不到 攝影沒看到 我們去開刀 拿下來的東西 病理切片 只看到 只是一些纖維化而已 所以它這麼貴 其實是有它的價值 也有它的臨床意義存在 但重點是來了 當初這個患者 50幾歲這個患者 如果他當初再還沒有摸到 可能只是 其實簡單的開個刀 就結束了 你可能後續的化學治療 放射線治療什麼 都不用做 標靶也不用做 但是他就是 聽信朋友的話 什麼不要隨便去切 有些像坊間 很多人都會 就是以而傳而會說 你如果一旦有腫瘤 醫生叫你切片 一次下去破掉 癌細胞更容易散出去 對 他們就一直 不願意切片 所以我之前曾經 遇過一個患者 他那個時候 就是因為他躲避 他那個時候是摸到 躲避 結果他去吃中藥 然後中藥回來做超音波 他自己摸 他覺得變小了 結果後來我們幫他做核磁共振 腫瘤沒有變小 只是消腫 他給他吃中藥 只是消腫 可是你知道他吃中藥不便宜 我問他 他一個月也花三萬塊 所以其實就是 簡單的來說 如果你可以早期發現 早期去處理 很快就可以治療 治療得很好 對 我覺得要補充一下 中藥 我們今天剛好沒有中醫師 我們不是火病 中醫師 中醫師在癌這個治療裡面 他有很多幫助身體 調癢 調癢的功能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說 我們美國這個 國家癌症研究院 他們還有美國的FDA 他們曾經接受過 全球唯一的一次 中藥副方的癌症治療 叫做華陽副方 治療肝癌 最後證明 無效 放棄 放棄這研究 所以因為美國他們 他們只接受單成分 因為你中藥是一堆 一堆草 一堆什麼木材 什麼弄在一起的 但那一次他們認為說 既然華人這麼多人驗用 那我們來試看看 就接受了 可是這已經10多人驗的事情 後來證明是沒有效 但現在仍然有人 拿著那個東西出來 在賣保健食品 網路上有人在賣 這是 因為美國已經證明說 這是沒有用的 所以你看到目前為止 中藥應該用在角色 不是用在 如果有的話 你應該會得諾貝爾獎 那所以他的用途 目前用在這個就是 輔助的 我覺得中藥在吃的時候 是你沒有防病的時候 可以吃 對 這是保養 但有病變 我覺得要找西醫院 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我有中藥是指導 那個就是說 其實中藥來講 他因為他太複雜化 他因為他太 就是說可能一樣的 一樣比如說 好萬一你們兩位 都得癌症的話 一樣都是胃癌的話 他因為你們兩個的體質不一樣 他用個藥材就不一樣 那他變成說 他很難像西醫來講 去達到一個很好的 一個統計的結果 而且他沒有辦法 去做一個深化途徑就是說 告訴你怎麼樣怎麼樣怎樣 因為一歲二歲三歲四 所以太複雜化了 所以他變成說 他變成他最大的問題 是在他的治療 沒辦法標準化 你沒辦法標準化 你就沒辦法用科學的證據 去說服人家 的確有所謂很厲害的國醫 你也聽過有人真的用中醫 去把癌症治好 這個我真的不否認 可是因為他的變數太大 而且你沒辦法把它標準化 所以你就很難推廣在一般的人身上 那西醫來講他都是累積幾十萬幾百萬的白老鼠 實驗幫你做出來 其他的人都已經幫你試過這些藥了 你又為什麼不要跟大家一樣 你要去找一個很特別的 然後為你克制化 但是不確定療效的方法 他覺得說為什麼沒有輪到我當白老鼠 我想要報名 他想要報名 我這邊提一個剛剛各位醫師沒有分享到的部分 就是口腔癌 那我這邊分享一個我自己的案例 就是我有轉介 曾經有轉介一個50歲左右一個男性到醫院 去做口腔癌切除的手術 然後他切除 他是第三期 然後切除完之後 他整個頸部的淋巴結 整個脖這邊是被拿掉的 大家都知道其實癌細胞感染到的地方 包括他的舌頭 他的牙齒 他的牙床 他的頸部 全部都要切除 OK 所以他基本上那個地方拿掉的時候 是整個地方裡面的神經血管這些 你都是看得到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術後就要做一個 那這個部分是由整形外科進行 那通常我們會從大腿 取一塊皮下來 那個尺寸都要量好 然後把它從脖子上面對上去縫殼 對 但是這個病患當然術後他恢復得非常好 然後他也很慶幸說台灣有健保 這個真的是世界的經濟奇蹟 他整個住院一個多月到最後花費 其實也不夠 因為他開刀這些健保都有給付 但是真正恐怖的其實在後面 因為他後來這個癌症慢慢控制住了 他恢復之後他開始想要美觀 因為他覺得這一塊顏色完全不一樣 很奇怪 所以他就後續一直回診到整形外科 進行這個雷射 然後一些美容的修復 最後偷偷花了上百萬 然後最後還要進行口腔重建 因為他這邊沒有牙齒了 他開始不能吃東西了 所以他要重 而且重點是他不能直牙 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因為他要直牙的話 他必須要做骨頭的修補 因為他骨頭全部被挖掉 他根本沒有地方可以重直牙進去 所以光補骨的手術 他就補了大概五六次 然後每一次都是五六萬這樣在補 然後補完之後 中間還曾經 對 所以基本上他整個非常的痛苦 那他後來跑回來找我 就是聊他這個心路歷程 所以他也是有很感慨說 因為他其實大概六七年前 他有一次去看牙醫的時候 那個牙醫師跟他說 他的口腔有白斑跟紅斑 然後那時候就有建議他去做切片 然後他那個時候 也是聽信鄰居的話 就說你不要切 那個切了之後 萬一感染到其他地方 對 所以他那時候沒有去做 又是擴散 又是擴散 他也是鄰居 完全不是身邊的人 鄰居都會 他拿你進來都說 對啊 奇怪 他們有時候網路上 看到一些枝字片語 他們就會自己 用自己的想法去解讀 對 然後他們解讀完之後 就會覺得說好像真的切了 因為口腔是一個封閉環境 對 他的理念很奇怪 他就覺得說因為封閉在裡面 所以我的癌細胞會到處跑 所以他當時就沒有去做 然後後來跑來找我 我幫他進行轉介動作 結果他那時候已經第三期了 像我上次 我就講過他洗牙的也幫我看 你這邊有白白很久以前 他說要不要幫你刮下去化驗 我說不會吧 所以我也會鐵齒 我就說那不用化驗 結果後來看看 那個白白的也不見了 對 你知道 他洗牙的很敏感 看到有這個我就想 要不要刮下去化驗 這就是及早發現 我們現在看第二樣 心血管問題 沒注意口唇一輩子的痛 大家不要忘記 十大死因這二三十年都沒有變 第一名是癌症 但第二名就是心血管疾病 所以其實心血管疾病 也是大家非常要注意的一塊 大家聽前面癌症幾百萬幾千萬在花 就會覺得心臟病這個幾十萬 這個還好 好療癒 所以這樣可以鼓勵大家多來 心臟有毛病 不要拖 不要拖 因為這個比癌症便宜多了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幾個 這個自費的部分 其實我們這只是其中幾個 比較常見的部分 事實上心臟包含我們在做支架的過程中 有很多其他的自費項目 沒有完全裂在上面 然後這幾個是大家可能比較常見到的 那前面這兩個其實算是同一類型的 就是我們講 塗藥氣球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就是氣球上面塗一層藥物 那這個藥物會讓血管 那塗藥支架其實相同的概念 它只是外面多了一層框架 叫做支架 那支架的好處是可以放在那邊 以後血管不會再塌卸下來 它維持住的效果會比塗藥氣球更好 正常血管可不可以先塗藥呢 健保的幾副條件是什麼 就是你之前放過支架 但是又再塞了 塞超過70%以上 因為幾乎完全塞住了 就代表說你可能需要一個藥物 去幫它輔助 這時候塗藥氣球就是健保有附的 但是除了這個條件之外 你隨時 就是像瓜哥講 你如果原本血管好好的 有些人就覺得 我不想放一個金屬在身體裡面 對 我可以先塗嗎這樣 對 這種就是要全額自費 你沒有符合健保條件 就是有人這樣做嗎 的確 某些情況下我們會這樣做 這個藥它還是有期限 一般來講大概3到6個月 會慢慢慢慢釋放 所以到一年之後幾乎就是沒有什麼效果 但起碼那一段時間 就是它可以抑制血管的再狹窄 所以你說就算有錢人 他想去做保養 他也必須要每一兩年弄一次 對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會有塗藥支架 那我們剛剛講塗藥氣球 在符合一些條件下 它是可以給付的 全額給付 但是塗藥支架就沒有 塗藥支架原則上 大家看這邊是寫6到8萬對不對 事實上一支塗藥支架的全額 應該是8到10萬 那健保會幫你付大概1萬5左右 所以你自己要補的 插藥大概是6到8萬 貼到6萬幾 對 那當然有塗藥支架 就有非塗藥支架 就是我們講傳統金屬框架 但是沒有塗一層保護血管的藥物 這種非塗藥支架 它的價格就是大概1萬5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是放一般支架 我們就說它是健保給付的 你就不用出錢 它幫你把那1萬5都付了 但是它還有一個但書 一年健保只幫你付4支 如果你因為一些狀況 需要超過這個數字的話 就不給付 就沒有 就全額自費 就是一般支架就是1萬5 你的這個塗藥支架 就變成大概10萬 那我之前碰過一個案例 就是說 它也是大概60幾歲 這個小資產老闆 它就是因為血管塞得很厲害 因為它很不舒服 一來結果三條血管都很嚴重 理論上我們第一個 還是會建議它開刀 但是有些人真的不開刀 而且它的血管是屬於那種 不算風險那麼高的 就是開刀也可以 做支架也可以的 那它就選擇說它要做支架 那我們幫它估算大概5、6支 所以我就跟它講說 健保只能幫你付4支 那你剩下兩支 你要全額付 它覺得身體是很重要 它覺得它有資產 還是要用塗藥支架 因為畢竟塗藥支架 有藥物的保護 會比非塗藥效果好 所以你看它等於是 6到8萬乘以4 然後剩下的大概 大概8到10萬乘以2這樣子 大概也是可能6、70萬左右 5、60萬 不過我在重申還是比 還是比化療很高 所以 所以我覺得還是值得 你花這些錢把心臟弄好 我要補充一下 我覺得因為瓜哥一直想 幫很多正常人問說 我可不可以沒事把它塗一塗 預防對不對 我這個觀念要導正 因為應該是 因為你知道裝這塗藥 它還是要 去清洗人體的東西 不應該是用來當 沒事就預防一下 保養一下 而是應該他們認為說 專家說高一潛群 你才去做才是比較合理 沒錯 可是還是有人會想去做 這就是瓜哥 沒有沒有 可是做的過程會有問題 還說視頻有不明風險 做導管有不明險 沒有沒有做到破掉的 醫師也不是有錢就賺了 你 照理是他什麼 你說來 那我們最後一個講這個瓣膜 瓣膜這個自換瓣膜 傳統上 換瓣膜就是 那可是偏偏這種瓣膜出問題的人 通常年紀都很大 年輕人瓣膜有問題的比率比較少 他們的老人會 所以年紀大 偏偏瓣 它又是開刀高風險群 那偏偏他又需要開刀 那怎麼辦 剛好最近十年 就是經導管換瓣膜這個手術 那這個好處就是 它跟做心導管一樣 從腳打針 一個洞而已 那其實效果很好 而且不需要開大刀 恢復時間也很快 那它的唯一的缺點就是 這個100到120萬 完全自費 這個就是健保都沒有給付的 所以之前也碰過這個80歲的阿嬤 因為這個喘了心心來 結果發現是 它的半膜蓋化 我們講主動脈蓋化 它是一個 你有主動脈幹化 尤其是嚴重程度的 一般來講死亡率 就是五年內死亡率 可能有一半 主動脈狹窄這種死 通常就是術死 就是可能上一秒講好好 倒下去就救不回來了 所以我們就跟他家族講說 這個有風險 雖然你看他現在人 好像比較不喘 可是有這種風險 那就跟他講說 要嘛就傳統開刀 這風險很高 那另外一個 如果你們可以接受 用心事的手術的話 你們要自費大概100多萬 因為這個老奶奶 其實她雖然80幾歲 可是之前的活動度 是很正常的 他們希望給她一個機會 經濟上也OK 所以後來我們開了這個 這個手術 那結果真的術後 癒後都不錯 比預期我們傳統開刀 可能要大概兩個禮拜 到三個禮拜才能回家 她大概一個禮拜左右就回家 傷口也很小 癒後也都不錯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新的手術 我想花錢還是有它的價值在 是 以前那時候我在媒體工作 那媒體大家都會認為 大家我們就無敵鐵金剛嗎 怎麼操都不會死掉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 也因為這樣子的話 所以你會覺得 身體即使在怎麼樣子 不舒服你就會去忍耐 你都會覺得那是OK的 而且更何況 當年我才只有37歲 因為當時 在病發前的時候 我先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有那種 沒有像氣喘 氣喘到什麼程度 嚴重到什麼程度 我如果躺下去睡覺的話 我是整個人是 沒有辦法然後呼吸的 我要整個爬起來 坐起來睡 你要坐著才可以坐 對 我曾經有發生過好幾次 就是坐著睡覺睡著 心臟衰竭 坐著睡著 後來 一開始我在想說 因為我以前跑過很短暫的衣 這就是假的鐵齒的地方 我想說以前我沒有氣喘 那我是不是因為年紀大了 整個體質改變 所以才有氣喘 所以我當時在想說 我可能是有這個問題 那我沒想到說 有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問題 那後來有一次的時候 就是那天其實 冬天還滿冷的 然後再加上我又去應酬 那應酬完之後 我就經過一個醫院的 那個急診室門口一看 我想想我既然有氣喘的話 是不是應該去A個那個 氣喘病的藥 結果一進去之後 就那個護士就把你量血壓 一量高壓230幾 低壓109 那時候那個醫生看到我的時候 跟我講說 現在你會不會昏 我說你頭有沒有症 我說沒有 他說你有沒有覺得你快昏倒 我說沒有 我覺得你快昏倒 我看到醫生 我看到醫生臉色都白了 他說醫生跟我講 理論上你已經死掉了 你知道嗎 我說真的還假的 你不要亂講這樣子 因為後來之後我們就有點激動了 就是因為他想讓我 把我壓制在那個病床上 那我覺得我沒有問題 這就是我要跟很多人講說 相信專業 你不要太覺得自己這樣很鐵齒 對 這個換來你說什麼 換來之後我馬上就突然 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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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突然間就像那個 魚離開水面一樣 我現在終於知道 魚離開水的感覺是什麼 就是你完全吸不到 吸不到空氣 吸不到空氣 動一下就倒下去了 我第一次住院的時候 住了八天 當時的時候診斷是 腎胎結 呼吸道衰竭 還有心臟衰竭 37歲 對 可是他沒有告訴我 那是阻斷的玻璃 因為那個時候 阻斷的玻璃 在心血管疾病來講 算是比較罕見的一個疾病 在2002年的時候 所以我離開醫院之後 第九天之後 我在公司在工作 我又復發 那次打下去了 之後送到同一間醫院去 後來那個時候 是因為心臟管這樣子去找 才找到那個什麼 發覺到我的血管疾病的症場 好 玻璃喔 對 那這段時間的話 應該怎麼講 慶幸的地方在哪邊 就是如果我開那個刀 其實說實話 我有沒有活過來 挨過來 我不知道 因為在當時的時候 阻礙玻璃 我又練那麼長 他的 那當然我後來出來之後的話 就是剛才在前面 九醫師有說過 我就開始尊重專業 然後我們從正統的醫學 上面去走這樣 所以我現在是以西醫為主體 中醫為這個輔助的狀態 剛剛那個孝誠哥的案例 其實我覺得 是最好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血液一定要控制 身體最主要拿兩個膝關 血液會冥想 就是心臟跟症狀 再來就是腦部 我想那時候 孝誠哥兩百多 沒有感覺症狀 這個是一個頸心的代表 其實你血壓不是立刻高的 這是慢慢的 很慢性 但是已經很久了 其實我們講的對 溫水煮青蛙 所以你沒有感覺 但是我們正常人如果 一百二一下症狀兩百多 一定是有很明顯的症狀 我那時候一度以後 我不是地球人你知道 所以那個醫生 會比你緊張是這樣子 可能還本來致名得意 對 比如說他天賦一餅嘛 對 應該是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血壓高要控制 因為如果當你真的 高到一定程度出現 嚴重的東西 像主動脈玻璃 剛剛講那個死亡率非常高 不過趕快處理的話 其實是有風險的 對 所以到那個程度再重視 其實有時候都晚了 其實剛剛提到的什麼標靶治療 心臟放置這樣 說實在 在中風來講 都是很便宜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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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剛提到的死大死亡原因 癌症是第一名 心血管是第二名 30年前你知道誰是第一名嗎 腦中風 這個就要感謝我們的先輩 我們前輩 這幾年努力下來 腦中風的死亡率一直往下 因為到第四名 可是腦中風的發生率 其實從來沒有低過 就意思說死亡率下降 發生率維持 意思是什麼 活下來的人越來越多 而且你知道中風 它是很多問題的一些來源 包括對 對自己本身的壓力等等那一些 有統計算過 10年中風的花費 而且中風旁邊照顧他的家屬 很容易得到憂鬱症 對 因為那個壓力 太大了 對 中風的人本身之後 比如說發生什麼 失智症等等那些風險 也是比沒有中風的人來得更高 所以中風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所以記得發病 三小時之內 記得有FAST 臉歪 手沒力 腳話不清楚 就馬上就醫 立刻鬆軟 對 三小時之內 我們可以打靜脈血栓溶解藥物 告訴你健保幾副 三小時內的靜脈血栓溶解 健保是幾副 OK 如果你晚一些些 如果是符合條件 八個小時之內的前循環 我們也可以做 動脈取栓 當然 你越早來你的育後越好 比如說靜脈濃栓栓來講的話 你打的人比 沒有打的人 三個月後的復原率 有打的話 會增加三成的復原紀律 雖然會增加一點點初學的風險 但還是一樣 三高的控制很重要 動脈取栓也是 可是因為動脈取栓 它允許的治療時間會比較久 可是你知道允許的時間比較久 意思是說你腦細胞死亡的 個案數就更多 站在預防的立場 我們又會發現說 頸動脈會狹窄 爐外的頸動脈狹窄 或者爐內的腦血管狹窄 其實這些也是 中風的一個危險因子 就好像心臟病一樣 當你到心肌梗塞的時候 就等同我們是 腦部開始中風的樣子 甚至其實我們知道 心血管跟腦血管是 難胸難病 有心血管的病人 有一半以上 其實都有腦血管的問題 有腦血管的病人 也是有一半以上 都有心血管的問題 所以就是難胸難病 都是一樣的處理 所以心臟科可以放支架 頸部血管可以放支架 腦部血管可以放支架 可是爐內支架就不一樣了 爐內支架健保是沒幾副 一根支架12萬 也不便宜 可是你可以看說前面 其實我們幾乎健保 都幫你付了 對 我們分享一個案例 也是兩年前一個個案 一個大概五十幾塊 六十歲的先生 心為中風住進來 然後問他說有沒有高血 沒有 他來的時候高血 其實沒有到200多 180 190 有沒有糖尿病 沒有 血糖300多 高血脂那些就不用講 都沒有 還抽菸 抽菸 然後問說有沒有運動 有空會運動 他意思是說沒有 對不對 就是不好意思講沒有 那時候有啦有啦 就這樣OK 三高然後三高一沒有 沒有運動 什麼都有了 代謝症候群很標準 而且他是說他第一次 第一次中風 可是我們片子上面看 他就 真的不是第一次中風 他為什麼一直有冠心衰 有些小中風 他不會有症狀 他不會有症狀 剛好不是中在那個 重點的位置 因為大部分人 認為中風一定要什麼 一手一腳 又沒量過血壓 又沒量過血糖 什麼都沒有 他連那四十歲的健檢 都沒做過 真的很神奇 這位先生 那時候告訴他說 顱內血管大概有 50來%的狹窄 頸動脈 暈化還蠻嚴重的 50來%狹窄 原則上就是追蹤治療 三高的控制運動等等那些 他說他知道 OK 然後出院了 他恢復得還不錯 然後回來之後 最終一陣子 我覺得 血壓好像比較好一些 血糖比較好一些 說那就開個處方先給他 開個兩個月看一下好了 結果兩個月後他沒來 三個多月後才出現 我說 你的藥是怎麼樣 他說 他常常都忘記吃藥 不好意思 不要浪費健保資源 我三個把藥吃完我再來 好 然後 我就還好地跟他 再教育教育一下之後 再開 又開兩個月給他 結果這次不到兩個月 他又到急診來 這次真的是嚴重了 比之前更嚴重 那講話就甘熱甘熱 然後最重要一點是 那條血管 我們大概就 上一次中風大概 三個多四個月前 大概50來%的狹窄 這次更慘 一看 我們要考慮 是不是要放支架 我就說 這支筋子12萬 12萬 可是我告訴你 我不會這次幫你放 因為我告訴他說 你一定要戒菸 你血糖給我控制好之後 我們再討論說 要不要放這個問題 OK 不然的話 其實你三高沒有控制 你放的支架 也是很高 你就不需要再去花 12萬去裝這個東西 而且你繼續這個樣子 講白一點自詢死路 對 對 所以他真的是 這次真的嚇到 他真的回去有戒菸 有開始的運動 丟了工作 可是他老婆說 丟了工作 可是身體也好了 好了一個健康 他三個月後就回來 就放支架 放了之後 現在目前最終的半年多 似乎看來還蠻乖的 唐花學生素 空調六點多 然後地密度膽固醇 都有降到我們希望的範圍 可是這個重點是什麼 就是健康生活 是很重要的 對 不要整天以為所有藥 吃了就有效 健康是自己的 病人還是要對自己負責 不是把所有的東西 推給醫生 來 接下來我們看最後一個 口腔沒顧好當心牙齒治療費超級高 就是我現在手上有一個 大概將近60歲的一個病患 然後他長年都沒有看牙齒的習慣 然後他因為牙周病非常嚴重 然後口腔異味很重 就是只要講話 就嘴巴非常臭 然後他到後來就是 最近來找我看牙齒 是因為他被他老婆強制帶來 因為他開始出現一些腸胃問題 因為他口腔剛剛那個牙齒一直掉 他現在嘴巴裡面只剩六顆牙 一打開來上下 上面剩三顆 下面剩三顆 然後經過我的牙周病檢測之後 這六顆牙齒勉強可以保留下來 所以我們就幫他做牙周病的治療 這個部分是健保肌腹 然後治療完穩定之後 開始一連串漫長的過程 因為他要指牙重建 對 然後他的骨頭 都被牙周病的細菌破壞光 所以用骨骨粉重建 然後等了半年之後再做指牙 上面8顆 下面8顆 然後一顆8萬 所以16乘8 128萬 再加他們夾牙跟骨粉的費用 反正後來有幫他打一點 折扣啦 總共算他150 總算整數 對 其實我們還是滿有人情味的 然後 但是這個部分 當然跟教授剛剛講到的 這個細胞免疫療法 跟癌症的標靶療法 其實我們牙科還是便宜很便宜 看起來還是心臟科最便宜 他說他腫瘦最便宜 腫瘦內是實在最便宜 所以牙齒問題還是要顧好 因為我們稍微比心血管問題貴一點點 但是大家還是要把它顧好 才便花那麼多錢 真的 因為我訪問一個阿嬤也是 因為他笑起來 我忍不住要訪問他 他總共看起來 對 他都沒 那我問他裡面幾個總共 他說有三顆 裡面還有兩顆 那你看不到 我說你這樣怎麼吃 你會生病 他說其實政府有補助 有補助 對 政府會補助多少錢 政府其實我們是65歲以上病患 會補助全口夾牙 可是它不是直牙 它是活動式 就是裝進去的那種 對 就是可以卡上去 但是基本上那個吃東西 還是不太好 我看他阿嬤身體還滿健康的 因為在那邊玩遊戲 只吃三顆 他說我 我差點拿竿子給他咬 他說我補充一下 其實 就是牙周病跟腦中風 心血管跟四肢症 都很有關係 真的 因為裡面那些牙菌斑的那些 如果 你一個不小心跑到 腦部 跑到那邊 其實都會造成你那個 等等那些速度會更嚴重 所以我一直講 牙口要好 膝蓋要好 才是最大兩大健康 對 你看很多老年人 不是啥 牙子沒有 就是膝蓋不行 對 它沒辦法動 這兩樣真的要嘗試 必須要的 其實我們乳癌有一種治療 就是當骨轉移的時候 我們會給它打一種針 就是我簡單的說 就叫骨頭針 那一種針 一旦打下去之後 是不可以做止牙的 因為它會造成下汗骨 如果你止牙的話 你到最後就會整個就是 所以像我們有一些 像我們乳癌患者 很多民眾都不知道 他來住院 我還幫他會整牙科 他還問我說 我是乳房 你幹嘛幫我會牙科 因為我們要知道說 他到最後開完刀之後 他可能我們會再 幫他做測試 看看他有沒有什麼 骨頭的問題 如果他需要打骨頭針的話 就必須要在他做治療之前 先請牙醫師 幫他把嘴巴的那個 口腔的那些牙齒的保健 都先做好 該拔的拔 該種的種 全部都弄好之後 你如果需要打針的話 再來 你不講 大家都知道 滿體貼的意思 對 順序不一樣 好 那我一定要分享一下 我很認真的照顧牙齒的原因 因為我媽媽是客家人 所以我是半個客家人 大家都知道我們客家人 很客情客減 從小我媽就 她不准我跟我弟弟吃糖 而且我們就要好好照顧牙齒 並不是說糖果很貴 是因為看牙醫很貴 所以我媽媽從小都說 這輩子就不要緊牙醫 就是省錢了這樣 所以我就有一個 根深蒂固的觀念 就是說牙齒一定要顧好 因為它很貴 對 然後所以我自己從小到大 比如說我對於刷牙 牙刷 我都非常非常講究 像我自己 我現在用的還是那個電動牙刷 我會一直尋求我覺得很好的牙刷 我印象中 我好像是高中開始 是那個覺得自己的牙齒 是會敏感的 然後因為現在有很多的那個廣告 然後很多朋友就會說 你就要買那個抗敏感的牙膏 對 來刷 然後我是從那時候才開始說 原來除了牙刷之外 牙膏也有各種功能 然後我就買了那種抗敏感的牙膏來刷 可是我覺得我有一個不喜歡 因為有一些那個抗敏感的牙膏 刷完之後 你會覺得你整個牙齒跟口腔都澀澀的 對 所以我就有點不是那麼喜歡 那因為我愛漂亮嘛 所以我前幾年 就是又戴了一段時間的牙套 然後又拔了智齒 然後又做了貼片 所以我就很長很長去看牙醫 然後很長很長看牙醫的時候 我就跟醫生 因為醫生也有發現 我就是牙齦的狀況 然後我也有跟他講我的狀況 然後他才跟我講說 其實不是只有抗敏感的牙膏 你應該是要 就是這個牙膏要 抗敏感還要保護牙齦 他就給了我這個 然後我就帶回家 然後我才發現 其實跟我家裡的電動牙刷 是同一家的 這很有名耶 對 我不知道後面有出牙膏 然後我就刷了之後 我就覺得 我覺得很好耶 因為我大概刷了一小小段時間之後 就覺得那個牙齦很舒服 就是那個敏感也比較少 然後吃東西的時候 比如說像現在夏天都要吃冰 你一吃刷冰的時候 也覺得 那個不舒服的感覺 降低很多很多很多 要不然進去就會這樣 對 對 來算頭痛 而且那個久了 其實牙齒還是會不好 對不對 對 就是所以其實你看 把牙齦顧好 牙齒才會好 就像我們都說 你不要一直護髮 你也要照顧頭皮一樣 然後因為像我身邊 有很多老人家 就是我跟妳說老人家 就是很省 老人家也覺得看牙齦很貴 所以呢他有時候 通通痛個兩天 痛的時候覺得說 應該要去看醫生 兩天後比較不痛 我就想說算了 然後我就給他們用這個牙膏 我就說因為你一定要從牙齦 就是從根部 好好的 就是你根源要保養 你才不會說 以後真的很嚴重的時候 你去找趙醫師 估計就是很多錢的時候 對 即便打了折扣也還是 即便趙醫師很有人情味 打了折扣還是很多錢 所以我後來就知道 我就學會一件事 我就說我們牙刷要好好挑 我們牙膏也要好好挑 就是除了要抗敏感之外 我們要從我們的根部 就是讓牙齦變好 其實目前國人 有超過一半的人 都有敏感性牙齒 那這其中敏感性牙齒的人 又有超過八成 它都伴随有牙齦的問題 真的喔 對 那我們其實臨床上看到 最常看見的這個 敏感性牙齒的原因 就是助牙 或是牙周病 好 再來就是刷牙太用力 包括有些人喜歡吃硬的食物 啃 甲殼類的海鮮之類的 對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模型 為什麼它會造成敏感性牙齒 因為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手指頭指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當我們因為這些病因 造成牙齦往下萎縮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牙齒的第二層 就是所謂的象牙齒 黃色的部分 它會裸露在外面 那它外面就沒有這個 那這個牙本質消灌 就會裸露出來 那上面這個孔洞 牙本質消灌 又有很多神經的感受器 所以那個地方溫度一次激 它就會傳遞一個疼痛的訊息 進到牙齒裡面的神經 吸到冷空氣 對 也會吸到冷空氣 對 那我這邊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我自己有遇到一個病患 大概是40出頭一個男性 然後有一天喝冰水的時候 牙齒非常非常痠痛 它就跑來找我 結果後來檢查發現 它是刷牙過度用力 然後又愛吃硬的東西 所以它的牙齦都長這樣 就是每一顆幾乎都向下萎縮 那通常像有這種 敏感性牙齒的症狀的病患 我都會建議病患使用 可以抗敏感加保護牙齦的牙膏 那通常這種牙膏裡面含有成分 就是有硝酸甲 硝酸甲可以幫助我們 舒緩敏感的症狀 那再來就是裡面含有 亞西佛 亞西佛的話它可以幫助我們 封堵牙本質消管 封堵牙本質消管 就可以達到抗敏感的功效 再來就是它可以避免 我們這個痛絕的刺激 傳遞到牙齒的牙髓神經 那我們還是要最後要強調一下 就是我們要跟各位觀眾宣導 我們一定要正確使用牙線 然後搭配這個正確的牙膏的使用 它可以幫助我們 又可以抗敏感 那再來就是我們 可以搭配電動牙刷 做一個正確的清潔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 顧好我們牙齒的未來喔 而且我超推薦是因為 就是它跟我用過的 那種抗敏感的牙膏不一樣 它的 所以它的泡泡很舒服 所以可以拿來洗澡就對了 是你來把你的口腔洗完澡之後 你會覺得 口腔裡的皮膚好光滑喔這樣子 不過有色色的感覺 味道也很好 是 對 很多人不注重健康 等疾病發生之後才來後悔 而且還花上 你看這麼龐大的醫療費用 可能押敵你喘不過起來 你的政府負擔有不少 所以千萬不要讓你身體 遭僵體 平常一定要定期檢查 有慢性疾病一定要好好控制喔 等到你身大病之後 後悔末期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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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